原乡地区有许多独居长者以及经济弱势 在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长期投入关怀之下 协助了许多个案的困难点 而目前原家中心在花莲有13个据点 可是和县政府社会福利中心行政资源重叠之下 行政资源在投入关怀个案的时候 文化的落差无法有效掌握族人的需求 原家中心就希望在花令县议会的协助之下 协调将资源行政透过共管平台 让受关怀的个案可以有更明确的资源以及协助 原住民族家庭服务中心在花莲已经成立20年 服务对象为原住民家庭儿童成人老人身心障碍者 在花莲有6个单位进行服务 但是在行政院107年核定强化社会安全网计划后 在社会福利服务中心的服务内容重叠之下 花莲县议员赖国祥就存疑至共的文化差异性 能否了解族人的需求是必须被讨论 原住民家庭服务中心他们是第一线 他们的经费来源是中央原住民主委员会 但是有很多的业务资源上面都没有办法被整合 所谓没有办法被整合的原因在哪里 新政府可能会请他们做一些不是他们应该做的事情 中华飞扬关怀协会秘书长马成豪就指出 社服中心进到部落做服务 会遭遇到部落的语言与文化的不了解 这就必须协同原家中心的协助 让社会福利在输送的历程当中 不会因为语言的隔阂 让社会福利无法满足部落族人的需求 原家中心的社工呢 它就是扮演好部落一个文化转异的工作 或者是语言转异的工作 让社会福利的输送的历程当中呢 不会因为语言的隔阂 不会因为风俗习惯的不同 看法见解的不同 让社会福利没有运输的过程当中 没有好好的满足我们族人的需求 所以原家中心的社工扮演的角色 在部落当中相形重要 社会福利资源在引进部落时 县政府社会福利中心在行政体制下 与原家中心如何透过平台进行沟通对话 让公案的行政单位与机构有专业的对话 才能够为原住民部落的个案需求被看见 记者林杰花莲市采访报导 还是对话 长江莲市采访报导